各位网友非常高兴这个晚上能跟大家在一起 咱们互相探讨一些问题 我今天呢主要是讲乾隆时代和近代中国 大家知道我的专业是中国近代史 但为什么我要讲乾隆呢 因为我在研究着研究着发现很多事情啊 要往前追溯用口语就说要往前倒 所以我就开始研究了这个乾隆时代 当然呢我毕竟我研究的呢 主要是他哪些方面哪些东西影响了后来的 所谓的中国近代史的发展 所以我不是关于乾隆时代一个整体的概括 而是把乾隆时代呢和中国近代有关的影响到中国近代的一些重要的事件 分析一下 还有呢我这个讲座呢 因为在我们研究中吧 我们谈或者叫近代现代 实际上英语就是一个词 我更喜欢用现代这个词 就是modern 但是有时候讲到现代呢 或者不用近代呢 又容易使人搞魂 所以我在我这个讲座中呢 根据讲座的情况呢 有时候用现代 有时候用近代 但是意思是一样的 是一样的 我不是采取那个什么五四运动啊 什么这个1919年啊 作为近代和现代的划算 我认为都是一个现代 我们讲乾隆时代 乾隆时代呢 是公元1736年到1796年 这是整个我称之为乾隆时代 而大家知道一提起公元 大家可以想到这个世界 这些现代世界 或者叫现代modern world 早已经诞生了 这时候呢 英国的工业革命 已经开始并且迅速发展 这是世界史最重要的一个部分 在这个阶段 如果说我们从中国的角度来看 从中国的角度纵向的看 乾隆时代 无论说他有什么问题 确实他的无文治武功 确实传统意义上的盛世 但是呢 如果我们从世界来看的中国 从世界的角度来看呢 那么呢 以英国为代表的这个现代性啊 已经开始在全球扩张 而呢 这恰恰是呢 乾隆时代必须面对的一个问题 或者说一个传统中国 从来没有遇到过的时代课题 乾隆皇帝 如何面对理解这个时代课题 对于近代中国的影响呢 非常深 而且很长远 所以呢 乾隆时代如何面对理解 这个前所未有的时代课题 就是如何面对现代性 也是分析 理解 评判 乾隆时代一个最重要的因素 或者说是标准 那么乾隆时代是如何评判的呢 我们还是要从这个中国传统的这个天下观 简单的讲一下 从中国传统的天下观开始讲起 中国传统天下观的 首先呢 我讲中国传统的天下观 中国传统天下观呢 它的核心是华夏中心论 即这个天下呢 是以中国为中心的 其他都是边缘 由这个边缘呢 渐渐渐渐变成了 不是一个地域性的概念 是个文化概念 那距离文化边缘的 逐渐逐渐就开始和野蛮划等号了 但是呢 在现实中 在历史中 恐怕华夏 是不能不和这个敌仪 被称之为野蛮的敌仪接触 打架道 我们知道 只有华夏文明 才是文明 才是文化 把北边的成为敌 就反犬一个伙子啊 南边的成为蛮 西边的成为荣 东边的成为夷 那么呢 孔孟啊 也都提出来了 要沿一下之防 那么 先秦两汉呢 是中国这个传统思想文化的 这个 奠基 实在 实在 也正是中国与其他国家的交往中 呃 华夏以外的世界 我们今天我在这讲座就不举具体的这个例子了啊 呃 这个事例了啊 认为是秦寿 人面寿心啊 呃 总而言之 种族低略 或认为其文明文化上的低略 以此呢 妖魔化这个他者 把他者妖魔化 并且呢 以他者为镜像 来做塑造 形成了自己的种族或文化的优越 优秀 高尚 高等的这个形象 并且呢 在这个基础上呢 建构了一种华裔二元对立的世界观 这种华裔二元对立的世界观 对后世产生了极为深远的影响 这种居高临下 俯视其他文明文化的华夏中心论呢 在处理对待和他国的关系中呢 包括对其他的文化啊 以自然 是实际上在这个制度化的表现呢 是以中国为宗主国 其他为藩属国的这个宗藩体制 或者呢 又叫做朝贡体制 以此来规范这个华裔秩序 这种华裔秩序中呢 中国的皇帝是承受天命的天子 而这个天子的最高的 这个天子呢 是最高的这个道德 天道在人间的化身代表 代天来执行天下 所以呢 天下 其他国家只能是中国的藩邦 属国 所以呢 他们的最高领导人呢 只能叫国王 至少在中国的文献中 把他们称之为国王 从文献记载来看呢 刚才我也讲了 他发 这个朝工体制啊 也是逐渐逐渐发展而来的 从周代的武夫制啊 开始是 实际上是华夏内部的一种区分 逐渐逐渐的扩展 扩展 所以呢 这个 作为这个 啊 那么从汉武帝时代起呢 能不能做到四夷宾服万国来朝 成为统治者是否英明 王朝是否盛世的一个重要标志 甚至呢 是他的权力的合法性的来源之一 所以呢 新王朝的建立 通常都要遭遇蜀国 向新王朝 称城纳宫 到明清时呢 有关的 明清时啊 有关的规定呢 以相当的精密 其最主要的内容呢 是藩属国要按时 携带特定的供物 按照指定的线路 就是叫做供道 到中国京城 住在指定的地方 按照这个指定的礼仪 把这个供品呢 向中国皇帝 承送 作为宗主国 中国皇帝呢 要对朝贡国还赐 如果这些蜀国有新统治者 继位啊 好比新的国王继位 也要向中国皇帝 也要由中国皇帝册封 颁发 册书 承认其地位 他在这个国家的统治啊 才有最后的合法性 所以华夏中心的天下官呢 必然呢 在国家体制中得到反应 所以呢 中国的传统体制中呢 既然其他国家都是中国的藩属 所以中国对外啊 就只有礼藩 而没有外交 这种管理接待藩属朝工的机构啊 在这个各个朝代 不同的朝代 他的名称不同 在清代的时候呢 由李帆院和李部来分长 来分管 李部 这是大致讲中国这个第一部分 就是中国的这个传统天下官和中国的这个体制啊 那么下面我们讲第二部分 就是 中国粉碎论和阴一膝盖不能弯曲论啊 这个乾隆时代啊 这个中国实行的是闭关锁国政策 在康熙那时候就继承了明朝的这个 后来的这个闭关锁国 只有五个口岸可以对外通商 到乾隆年代呢 把五口变为只有一口 只有一个广州口岸的这个通商啊 变为一口通商 当时的外貌啊 主要是中国向英国出口茶叶瓷器丝绸大黄等物品 而中国呢 进口主要是钟表 八音盒 自动机械玩具 这一类各类的 称之为西洋争奇或者是奇迹银巧 啊 这些西洋争奇呢 主要是为中国的皇家供应 所以当时的这个对外的商呢 所谓的垄断的13行 他们实际上在很大程度上 他们的进口主要是替中国的皇家进口 那么呢 相对于出口额 进出口额呢 中国从英国的进口额 确实是非常微小 你想英国大量的进什么瓷器丝绸啊 大黄茶叶啊 那中国的皇家的对这些的奇迹银家的需求 实际上是非常有限的 所以呢 英国的这进 中国从英国的这个进口额实在微小 那么英国也知道中国是人最多地最广的国家 中国是个巨大的商品市场 但是由于中国闭关锁国 由于中国闭关锁国 进口的东西很少 所以呢 英国呢 就是这个 给予改变这个状况 要扩大呢 他们的商品市场呢 所以在1793年 英国呢 国王啊 就派一个叫马格尔尼的维特使 率领有700余人的这个庞大的船队啊 从英国来到中国 企图打开中国的市场 改变了这个中英 想改变中英贸易的不平衡状态 呃 这位英国的的特使啊 英帝国的这个特使啊 他以为乾隆皇帝祝寿为名 啊 实在是想在为经济正在飞速发展的英国 开辟一个巨大的商品市场 他有两个具体的目标 一个呢 是希望 清政府开放市场 扩大于英国的贸易 对 并且说明 他们对中国呢 并无领土野心 另外呢 是想按照这个 这个18 1648年啊 1648年建立起来的这个威斯特法利亚调整体系 来在中国的首都啊 建立常设外交机构 建立经常性的 外交关系 呃 处在盛世的大清王朝 上上下下 没有人 也不可能有人 认识到这件事情的重要和他的深远的意义 这个大清王朝呢 上上下下 欢欣 鼓舞 呃 觉得呢 这恰恰说明了 这是吴皇天威远辈 是远在天边的 从来我们还不太清楚 本来我们没有把它列为我们藩树国家的这个英吉利啊 列主动要成为我们的藩树 因为他是仰慕中华文明 呃 是为了 学习中国文明 希望中国来对他进行教化 远舍重阳 来为大清皇帝啊 祝寿 呃 纳共 主动要成为中国的蜀国 所以呢 中国的地方官 这点翻译就是很重要 这个翻译实际上很重要 那中国的地方官 在翻译这些英国商人 的时候呢 呃 说他们什么 肃目黄人 经文天朝大皇帝 八旬万寿 我们什么 我国王心中 我们天朝的皇帝 这个 大寿吧 我的这个 我们的国王啊 心中 惶恐不安 特派这个 马格尔尼前来 带有贵重共武 竟成天朝大皇帝 以表其 慕顺之心 慕顺 就是羡慕的慕 这个 顺从的顺 呃 这时候呢 这个乾隆啊 浩拉熊啊 得到这些 禀报之后啊 翻译过的 经过中国官方 这样翻译的之后啊 非常 高兴 呃 批示呢 说他们的情词 极为共顺 肯治 自应准其所行 以随其航海向华之成 中国人认为 他们是来 进贡的 从这个 广州啊 就是 沿途到浙江啊 他海路嘛 呃 一路上呢 都受到中方的热情的 款待 但是呢 他注意到 这马格尼注意到 他们船上被插上 英吉利故事的 长帆 那个大的这个旗帜吧 横幅啊 树的幅 在他们的礼品清单上呢 这个礼物都被翻译成 贡物 哎 马格尼本来自称 是英国国王派的 他给中国 他找的他们的传交士 翻译者 叫做钦差 钦差就皇帝派的 听说官员觉得 这是不行 你怎么能 英国怎么能 为钦差呢 改为敬差 就是尊敬的敬 或者共差 来进贡的 啊 负责接待他们的大臣呢 在给皇帝的咒诏中啊 都是以他们这个崇洋啊 以这个远在崇洋 树在崇洋啊 数万里来 啊 就说他们多么不容易 多么诚心 诚心要成为中国人的 也成为中国的这个 繁殊国 啊 要成为这个 中国的繁殊国 并且还明确说 说他们还是繁殊 不懂我们中华文化 与天朝体制不服 就是他自己说 用英国国王的信嘛 英国国王给乾隆皇帝的信 他们翻译的是 请钦差来朝 中国都说 很宽容的认为 他们不懂中国理智 他怎么能称钦差呢 还是给刚才说了 给他改成共差 或者是敬差 可以说呢 天朝上国的这种认知系统 决定了从天 这个天朝啊 从皇上到陈敏 只能从敌 从阳啊 数万里来 就说他们多么不容易 多么诚心 诚心要成为中国人的 也成为中国的这个繁殊国 要成为这个中国的繁殊国 并且还明确说 说他们还是繁殊 不懂我们中华文化 与天朝体制不服 就是他自己说 用英国国王的信嘛 英国国王给乾隆皇帝的信 他们翻译的是 请钦差来朝 中国都说 很宽容的认为 他们不懂中国理智 他怎么能称钦差呢 还是给刚才说了 给他改成共差 或者是敬差 可以说呢 天朝上国的这种认知系统 决定了从天 这个天朝啊 从皇上到陈敏 只能从敌仪 从这个敌仪来主动成要学习中国文化 要被中国文化所感化 被华夏文明所教化 这个角度 主动要成为中国的繁殊国的角度 来理解这件事情 然而呢 双方呢 最终因为觐见皇帝上的礼节 发生了激烈的礼仪之争 中国人认为 既然你是共差来进贡的 觐见中国的皇帝 进贡皇帝 中国称之为万国之主 天朝上国 当然要像其他蜀国的共识一样 按天朝的体制 代表本国君主 向万国之主的中国皇帝 双气下跪 秦三跪九寇之礼 但是呢 马格尔尼呢 对此坚决不同意 所以从七月下旬 到九月中旬 从天津上岸之后啊 到九月中旬 在时间之中啊 双方一直为是否下跪 争论不休 互不相让 甚至呢 大家都熟悉的一个群 这个乾隆的宠臣 全寝一世的和尚 也专门为此 会见了 马格尔尼 这样翻译 来做他工作 跟他解释我们华夏的这个礼仪 你见皇帝 必须双气下跪 由于马格尔尼呢 坚持不下跪 所以乾隆 也就知道了 事实上明白了 这个敌意 并非要来成为蜀国 他非常不高兴 就命令马格尔尼 离开中国 同时呢 乾隆皇帝 还是以上对下的 这个 颁发了这个赐欲 给英国国王 我是这个奉天成运皇帝 赐予殷吉利国王 你应该知道啊 你是派遣这个 派遣这个敬差来 你远债重阳 倾心向化 特遣使供 特遣使啊 来给我们送东西 送贡品 来表示你的诚心 表示你的诚心呢 这个呢 我非常满意 非常满意 非常在虚拟 对于呢 你提出来的 要求派驻使节 天朝 这个乾隆皇帝啊 断然拒绝了 也就是这个条约体系 我们称之为条约体系 就是1648年 这个条约体系 现代国际社会诞生的 一个标志 在国际关系中 要派主权完整 互派使节 因为我当时提出来这个 那么乾隆皇帝 也就是断然拒绝 说你派使臣 常驻中国 常驻天朝 他们不是用中国 常驻天朝 这与我们天朝体制不合 断不可行 如果你们要愿意 你们的人 如果愿意来天朝当官 可以 来了之后 你就算中国人了 就算天朝成名了 会要换衣服啊 什么的 不准 再也不许回你的 原来的国家了 另外呢 说你这个提出通商的要求 乾隆皇帝也断然拒绝了 他是这么说的 我念一下 他说天朝 俘有四海 唯利经图治 伴礼正物 伴国来往 种种贵重之物啊 我们中国无所不有 无所不有 所以呢 你的这个史臣也看到了 我们中国都浮游 所以我们不需要和你互同有无 这个马格尔尼啊 第一行啊 最终一无所厚 在十月初 被迫离英返国 那么呢 到公元1816年 也就是家庆21年 这是时隔23年后 英国啊 又派一个使臣叫阿美士德 维特使啊 来华 也是打着给皇帝祝奏送礼的名目 还是想打开中国市场 建立外交关系 这时候呢 英国的工业革命 已经基本完成了 经济实力和军事力量 和这个科技的发展 远远超过23年 远远超过23年前 就是1793年 马格尔尼来 23年前 马格尔尼来 但是呢 中方对此完全毫不知情 仍认为 这是英国啊 再次的想成为中国的 藩属国 叫做成心像话 所以呢 当时嘉庆皇帝也很高兴 不过呢 双方还是因为 是否跪拜 而争论不休 由于阿美士德仍不跪拜 嘉庆皇帝也大怒说 中国为天下公主 也是给这个英国国王 颁发赐予 说中国为天下公主 啊 你是那么 我们不需要你的东西 啊 我们也是无所不有 说你在那么远的地方 你来书城 向我们书城木画 所以我们还是很感动 但是呢 我们不需要跟你通畅 这时候呢 据英国发动 打开中国大门的鸦片战争呢 只有24年了 嘉庆皇帝 在给英国国王的赐予中 仍然是天朝 我们是万国共主 你是书城木画 共顺至心 请心孝顺 来朝向化 这些华侨论的 这种华夏中心论的观念 对一个新世界的来临呢 一无所知 一无所感 对这个1793年呢 和这个1816年 英国使臣的两次访华 英国没有达到通商 和派出使节的目的 但是呢 虽然这两个最主要的目的 没有达到 但是他们却有非常非常重要的收获 马盖尔尼使团呢 是18 是这个1793年 8月初来到北京 1793年初来到北京 后来呢 因为我们刚才讲到 乾隆皇帝就说 你既然不愿意下功 你就走吧 因为当时中国是闭关锁国 外国人很少来中国的 尤其是那种西方的人 在中国你就不能再回 你原来的地方了 原来的国家 所以呢 但马盖尔尼很狡猾 他说你让我走 我的船呢 他已经放回去了 所以呢 我就没有办法 我这个不能走海路 不能走陆路到广州 所以呢 乾隆皇帝 中国那个 李帆院呢 也没办法 就是让他走运河 从北京运河 做运河到杭州 完了从江西 大渔岭 到这个广州 从广州到澳门 从澳门呢 停留一段时间呢 在1794年3月中旬 离开中国 等于说他在中国的时间 超过了半年 从北到南 马盖尔尼使团啊 对中国进行了一番实地考察 对中国呢 他们从通过传教士的远距离观察 实现了对中国的近距离观察 因为从前也有传教士对中国的介绍 但毕竟笼统 而且呢 侧重人文方面 侧重中国的文化 儒学的介绍 这一次呢 马盖尼使团呢 人数呢 众多 人数这个众多 有政治家 有政治学家 科学家 机械师 医生等专业的人员 他们从这些领域 这些学科 对中国进行了前所未有的全面考察研究 那么二十三年后 阿美士德使团呢 1816年中七月中到达中国 由于有这个马盖尔尼使团的先例 马盖尔尼使团不就是回国的时候 是从运河 杭州 江西 大禹岭 广州吗 那阿美士团也提出来 我们也走这个线路 中国人讲究这个按照惯例 既然这样了 这个朝廷也就同意了 所以阿美使团也是原大运河南下 阿美士德使团呢 然后在1817年吧 一月末从澳门回英国 也有 也有这个半年的时间 所以从南到北也对中国了 进行了一番实际考察 阿美士德使团呢 比马盖尔尼使团少了二十的人 成员成员中呢 也是有科学家 博物学家 水文 地质学家 还有医生 测绘技术人员 还有画家 还有那个素描 精于素描的这个画家 而且呢 多了几名 中国通 而这时候呢 我刚才反复强调 这时候是 1793年 马盖尔尼使团 已过去了二十多年 这二十多年呢 是英国在工业革命的道路上 突飞猛进了二十多年 所以呢 阿美士德的使团呢 他的设备和人员的科学知识水平更高 他的各种仪器测量 也要更精 对所经过的中国的这个海陆原线的测量呢 也就更加精准 总结一下这个 英国的这两次出使啊 这两次使团呢 极大的改变了欧洲此前 主要是通过马可波罗呀 的中国游记 传教士书信著作 和一些这个启蒙派的学者的论述了 来了解中国 从前得出了什么是中国 在从前呢 马可波罗 传教士和欧洲一些启蒙学派的著作中呢 中国是一个繁荣富强先进 民众道德普遍高尚 文明高度发展的国度 但这两次经过实地盗查 他们对中国的这个政治 经济法律 宗教 风俗 情风俗 地形 地貌 物产 气候 军队 武器 道德水平 等方方面面都做了一番考察和评估 我看了他们的那个报告 这些都在英国发表了 他们的观察记录的非常细致 气到什么地步 我不用说别的了 我一说两个例子 你们就可以想象他气到什么地步 凡是他们经过的地方几乎没有逃出他们眼睛了 连他们在运河中或者在哪儿吧 有千夫拉号子 连签子拉号 千夫拉签的这个调子 我们叫喊号子吧 的声音 声调 他们都记下来了 他们当然了 开始对中国瞧不起 尤其是中国的乐器嘛 音乐嘛 那远不如当时西方的钢琴啊什么的 他们是很瞧不起的 但他们呢 这马上尼他们在这个到江南了 就发现听到他们觉得只是听了一首好听的歌曲 叫茉莉花 用五线谱记录下来 并且把那个歌词啊 首先是注上英英国这个发音的拼音 再把它翻译过来 所以我看着这个忽然恍然大 为什么这个茉莉花在欧洲 有那么大的影响 或者说中国的歌曲 在那儿有那么大影响 你们想想 连千夫拉号 拉签的号子声都记录下来 还有什么不记得 你看他那图画的中国军队的装塑武器 这么包括每个地方的住房情况啊 这就不用说了 这就不用我多说了 经过比较啊 这个马盖尼认为 首先说马盖尼1793年之次 最后他得出结论 他认为中国政治经济法律道德科学技术 具有尤其是军事 全面大胆落后于欧洲 他的结论是至少在过去的150年没有发展和进步 甚至在后退 而我们科技日以前进时 他们和今天的欧洲民族相比 实际上变成了半野蛮人 他认为中国人是半野蛮人 但这是他的歧视啊 他甚至认为在他的有生之年 有可能看到清王朝的崩溃 他说我在考树中发现庞大的上层建筑 根基空虚微小的摩擦 可以诱发火化 将造反的火焰燃遍全中国 事实上帝国已发展到不堪重负 失去平衡 不管他多么强大有力 单靠一只手 以不易掌握局势 尽管当今皇帝 以他的精力和智慧 可以尝试其维持国家机器 平稳运行 但如果在我本人去世之前 他已经崩溃 瓦解 我将不感到意外 他考察了中国的军事力量 发现部队缺乏训练 还以冷兵器为主 不知道炼钢技术 并且中国有一点热兵器用的火神枪 那还是从 大概是在明末 从葡萄牙人传入的时候那样 并且他发现中国还没有 专门生产火药的工厂 就那火神枪用的火药 都是士兵自备火药 所以他说火药的质量很差 大家知道中国当时的 台湾上有海军 就那种木的水师和海防 他认为 因为他大量的是从远海过来 他认为只要几艘三位战舰 就能把其摧毁 并且他认为从海南岛到直立湾的航线中断 我们就能把这个航线中断 从中国 今天话说从海南岛到辽宁 到波海 我只要有几艘三位战舰 就能中断中国的航线 尤其最后他说的这几句话 我感到很惊讶 他说中国面临更严重的后果是 朝鲜人将马上就会获得独立 就指不是中国的范属国 他认为把中国和台湾 维系在一起的联系如此脆弱 只需外认为 把中国和台湾 维系在一起的联系如此脆弱 只需外力介入 就立即切断 从蒙加拉 只需骚骚鼓动 在西藏就会引起动乱 他认为这都是易如翻掌的事情 这个使团呢 还考察了香港附近的海面 认为非常适合殖民 他认为呢 中华帝国事实上是一艘 破旧不堪复朽的旧船 如果碰到了风浪 或者是统治者 就像那个船长稍微不慎重 他将被创的粉碎 将永远不能修复 他的这个结论 我当时读完了 我感到不寒而栗 这是1794年左右写的 半个多世纪后吧 半个世纪后 香港被割让了吗 一百年后 中日马关条约 第一款就是朝鲜独立 台湾被割让给了日本 这个马卡尔尼 这个洞察力 还是很使人赔服 那么呢 23年后 阿美士德使团呢 也对中国的方方面面 做了详细的考评 他们认为 一碗传究士啊 对中国的论述 受到了不应有的重视 对中国啊 有这个太高的评价 包括马卡尔尼 他们也认为 中国人呢 他们举了很多例子 包括这个马卡尔尼 到阿美士德 举了很多例子 他们在路上看到出现了一些事故吧 或者有人掉河里呀 什么的 他们想 中国人都在围观 他们想去救 结果啦 这个 陪同他们的中国官员说 你们别救 你们救了 有可能他讹上你们 这个被救的人啊 还反过来要讹你们 啊 所以他说 你看中国人都是围观 他们认为呢 中国人的 这个 道德 也不行 啊 也不行 并且呢 这个阿美士德使坛 他不知道接触了什么人 没有详细的记载 就 他就得出这么一个结论 任务 中国不仅落后 潜伏着巨大的危机 他是这么说的啊 各省现在 可能仍然潜伏着 对政府的不满 如果这种不满 对外来攻击 引发 引发成行动 或者说外国支持者的鼓励 改朝换代 并不是不可能的事 他发现 汉人的民族感情 还没有完全消失 可能会出现一个 或真或假的 明朝的代表人 如果得到外国援助的 强力支持 他会找到足够的拥护者 把没有资格拥有 这个庞大帝国的统治者 就指满族人啊 驱逐出去 不过如果没有这种干涉 他说现在还看不到 内部革命的任何迹象 这是181617年写的啊 他说由于老百姓没有代表 就没有议会制 他们出了叛乱 没有别的办法 没有别的纠正办法 并且他也考察了中国的军事 他说我相信中国的军队 尽管足以应付国内的治安 但是从他们列队行舰的样子和武器啊 各方面看 他们对付亚洲不正规的军队 也是不肯一定对付不了欧洲的军队 更重要的是啊 这个阿美士德的使团的船只 从香港 他们也到香港了 从香港起锚啊 先进入了南海 台湾海峡 东海 黄海 渤海和白河口 在此期间 我刚才讲过 他们的这个精密的气象测量 测量和各种仪器啊 不断的记录着 这些地区的海区的气象数据 每天三次 每次间隔八小时 并且这些数据汇聚成一张海上气象数据表 清晰的现在看看 标志了测量点的这个经纬度 测量时间气压温度 湿度啊 风向啊 海洋水文要素与船舶舶航行的这个安全啊 密切相关 那么在海洋这个水文要素中 一个需要测量的这个基本指标 就是海水温度啊 他们对这个几个点的海水温度啊 他们也进行了非常多的这个测量细致 包括同一个地方不同深度的海水温度 也进行了多次测试 这些测试呢 为后来英国军舰在中国海域的航行啊 提供了依据 阿美士德使团在大谷口上岸后 陆续获得了对他们来说最为难得的内核的水温气象和航道情报 他们通过金航大运和长江 干江 波阳湖等内陆和一路南下到广州 经过澳门回国 利用这个机会 使团搜集了内陆河流的水温数据 每进入一条河流 使他遍对河流的宽度深度长度流速和暗礁的分布进行记录 从1816年9月8号到11月24日进行了长达78天的连续观测 并将所有数据汇成了一张内陆的气象水文记录表 清晰的记录了长江等主要河流的气象情况 在阿美士德使团来话之前 英国人呢 对长江航道并不熟悉 由于这个使团是经过长江航道通过运河到镇江 他们就车辆了镇江 瓜州 金山这一线的长江水道 这样呢 就为以后鸦片战争 准做了这个准备工作 这个航道情报的准备工作 内核中国内核的航道水文气象情报的获取 使得英国人呢 对长江重大水道的情况了如指掌 因此呢 英国才能在鸦片战争中大胆的从远海深入到内核 进攻南京 最后取得决定性的这个胜利 决定性的胜利 关键是他们做这一切的测量都是公开的 还有中国的这个官方啊官员啊陪同他们 中国人根本不知道这些是什么东西 也不理解 也不明白 他们在干什么 只是觉得那些一切什么挺好玩 奇迹影响 中国就没有这个知识 没有这个现代科学知识 就觉得他们这样做挺好玩 很奇怪啊 随便他们做 没有一点认识到 这是一个国家的机密 所以呢 这个阿美士德使团在旅行途中 无论大小只要发现有一处驻军营地 对驻军的这个人数啊 地点呢 装备基本信息啊都进行了这个记录 掌握了沿途各地的清军步伐情况 所以呢 几十年后 1842年为了取得决定性的胜利啊 英国决定 亚本战争 英军决定 坐长江口而上占领南京 战前英国 并没有对长江水道进行侦查 而是呢 在行径中 以测量船为先导 边测量边行径 可以说他们这个战争中的这个测量啊 是以当年的阿美士德使团 当年搜集的镇江 瓜州 金山一线的航道情报为基础的 通过测量呢 来测量呢 来记录这个变化后的数据 最终毙命南京城下 迫使清政府答应了英方提出的谈判条件 在谈判桌上 英国提出了各让香港 原因呢 就是无论是这个马格尔尼 还是阿美士德 他们都发现香港是具有极好的 这个建制的扣案的条件 非常理想 而且靠近的澳门和广东海岸 在贸易交通军事上极为理想 但是呢 这时候香港还是一个很不弃而的小岛 甚至连朝廷都不太清楚 香港在什么地方 准确的不了解香港在什么地方 觉得这个岛并 小岛荒岛能遍眼的 好像也没什么价值 那么我们看阿美士德使团 在1816年对香港进行了 长细致的考察 对此岛产生了浓厚的兴趣 他们认为啊 可以把香港作为贸易的中转地 这个阿美士德使团 在香港湾停泊了三天 对这个香港岛和周围的海域情况 也要进行了细致考察 测量上高岛的地形 有的成员呢 还带着各种仪器上岛 还爬上了太平山 太平山 记录了香港的气 香港湾的气温 气压 温度 湿度 盛行的风向啊 最经常的风向是什么 考察过后 这个阿美士德 明确的对香港岛 但是1816年产生了浓厚的兴趣 他们认为呢 对海军 对各种重吨位的船只来说 香港都是极好的避风地 极好的避风地 它的地域位置也好 对这个附近的岛屿 甚至可以到 对它航程来说 从香港可以直接到朝鲜 到琉球 甚至可以到日本 他们认为 香港是一个重要的地方 他们已经非常敏感的 触摸到了60年后 中日关系的焦点 马战尼和阿美士德 这两次出手后啊 都出版 发表了大量的中国建文 改变了欧洲此前的中国观 改变了欧洲此前的中国观 尤其他们说中国的道德百换 他们也很奇怪 说中国人读书 就是为了当官 只学书 只学这个 这个经典吧 四书五经 不学自然科学知识 并且读书就是为了科举考试当官 他们说中国人没有信仰 只崇拜权力 他们认为中国呢 最终很容易就是被打垮 像个腐朽的船 刚才讲了 可以说啊 马戈尔尼和这个阿美士德 这两次出使中国 都出版 发表了大量的中国建文 改变了欧洲此前对中国的看法 此前刚才讲过 欧洲人大部分 尤其英国人吧 都是认为中国是繁荣富强 强大 发达 人民道德水平高 而这两个使团分别在乾隆嘉庆年间来到中国 正是中国的前家盛世 然而在盛世之下 他们看清了清王朝的严重的危机 甚至很可能粉碎 并且为可以说这两次使团访华 一个直接的后果是 为英国 英国 清华的 亚奔战争 提供了强烈的动因 和精准的 情报 好 下面我们来讲一下 反过了 这两个使团的中国之心 给中国带来了 何种观念变化 给中国带来了什么变化 中国对欧洲 对英国 产生了什么变化 这两个使团 那首先讲这个马格尔尼使团 马格尔尼使团呢 是第一次代表国王 第一次到中国来 对得肩负着通商建交的使命 可以说英国是非常重视 马格尔尼亚也是非常的重视 以祝寿为名呢 挑选何种礼品呢 马格尔尼亚多方征求意见 主要是征求了一些 对中国有一定了解的传交士意见 这些呢 传交士 中国人认为我们都是野蛮人 要认为我们不是野蛮人 首先得让他们认识到 我们不是野蛮人 怎么样认识到呢 那首先通过我们的科学技术 尤其这些传交士提出 中国呢 重视历法 就是这个日历的历 天文嘛 因为皇上是天子 特别注重天象 天人合一 中国最主要的是讲这个 因此呢 需要天文仪器 各种有关天文的设备都会受到重视 而马格尔尼呢 也想通过天文设备 星球 星体 运行 来告诉中国 因为中国传统的天下观 是天原 地方 中国 位于世界之中 而这个马格尔尼想通过这个天体运行仪啊 太阳系的来告诉中国人 地球也是圆的 谁都不在 地球的中心 带过来一座 尤其是他总共19项 590件 都是19项 590余件 礼品中 这个天文仪器占了比较大的 尤其是一座非常大的这个 也是天象运行的大型仪器 中方翻译 根据英国的翻译叫做 布莲尼大利翁 这个东西呢 最大 构造复杂 安装起来还不容易 包括这个太阳系的运转模型 包括什么日时月时 怎么形成的地球啊 怎么怎么啊 他们还带有最先进的 当时啊 最大型的天方望远镜 观察天气的阴晴 以空气真空棒啊 这种大的这种聚光镜 大型的战阶模型 先进的毛色枪 连珠炮 裆炮 榴弹炮等等 这些都是 当时欧洲科技水平啊 最先进的代表 他们希望以这些 以这些科学技术的礼品 来取悦中国皇帝 让中国皇帝高兴 同时呢 也显示自己并非蛮蚁 并显着炫耀 英国的强大 但是他们 完全没有想到 中国上下对这些礼物啊 远远没有他想到那样重视 真实 他们曾经为清军做过简单的演习 发射了两门炮 还毛色枪 也做了一些这个表演 发射 做了一些部队的演练 清军呢 军官和官员呢 也一点根本没有兴趣 一点不感兴趣 后来他们发现呢 英国人和中国军队 还没有使过稍微先进一点的 那种叫做碎发枪 所以这些贡品 乾隆皇帝看到礼品清淡 其介绍文字之后呢 给负责接待的英国使臣的 这个直立总督 因为他们是从天津登岸的嘛 当时有直立总督梁肯唐的预指 说我从你们翻译啊 他们翻译的 他们带着什么物件中啊 要夸大其次 他们肯定有夸大其次 可以呢 可以看出他们呢 真是这种 以为自己独得之利 想用这个来 来炫耀 可见他们心眼是很小 当然他说这也无所谓 因为他们那么远 来向我们进贡啊 所以呢 万里之遥 将近跑了一年 所以呢 我们还是要对他 好好招待他 好好招待他 那么乾隆皇帝 后来建了使坛之后 还专门写了一首诗 介绍英仪 什么马格尔尼 什么进贡 表忠臣啊 什么 他写的就是说啊 你来向我们表忠臣 修职贡 就是你想做我们的藩属国 都做了赞扬嘛 他并且呢 他的兴致很高 每一句都做了浅识 都做了浅识 对马格尔尼的礼品呢 也做了这个评价 说这些东西没什么了不起 都是这个夸大其次 实际上不要说乾隆 对世界 对英国缺乏基本的了解 对一个自己完全不了解 不知道 而且从未向天朝进贡过的外遗 突然出现在 突然主动要向中国进贡隆 是格外的高兴 当然呢 他欣喜之余 还是有点疑心 他为什么要主动来向我进贡 乾隆也还是有一定的警惕性 就马格尔尼使团还在中国的时候 他怀疑这个库尔克 因为当时叫库尔克 因为今天话说就在尼泊尔 在西上挑动叛乱 他认为库尔克在西上挑动叛乱的背后 可能是一个叫做披愣的国家支持 因为所谓的披愣 我考察了 也请教了一些搞那一代南亚史的专家 中国一个藏学研究中心的 我认识 他说就是是中国当时主要是对南亚 加尔各达地区的 都称了解不多 把那一代当时已经被英国人殖民了 当中国人就把那称之为披愣 认为披愣的在某种程度代表英国 实际上乾隆是有所警惕 他觉得这个英姨好像就是披愣 他要搞清楚 这个英姨是不是披愣的 所以呢 他还派人到香山 就是这个澳门这儿吧 因为当时有很多商人也在那儿 就是英国商人 安插到包括一些这个尼泊尔的商人也在那儿 派人像间谍一样 安插到这个库尔各的这个入共人员吧 打听打听 英吉利是不就是批论 批论 这究竟在哪儿 这个批论究竟在哪儿 风俗怎么一样 究竟离澳门有多少里 啊 同时呢 他也觉得这些船 这个七艘大船的礼品呢 他也觉得 从来像我金贡 背后究竟目的 有没有其他目的 还是让各个港口要注意 加强防备 但是中国当时港口也没有现代的港口 他也是发个预指 也就了事 也就了事 谁也没有认真对待 谁也没有这个认真对待 尤其呢 我们看乾隆皇帝啊 对自己 对这些礼品的重视 有一点我觉得非常有趣 就乾隆也是毫不隐事 因为当时英国呢 工业革命 我们知道英国的纺织 毛绒 尼绒液是很发达的 所以带了相当多的 他礼品中除了那些 有相当多的毛笔 给这种皇帝 那么呢 乾隆皇帝也用不完那么多 他为了表示自己的恩情啊 他把他都这个 他把他都这个 切成一些小段 一些小段呢 正好是可以做成一个 一套这个马挂 分赐给一些大臣 一些大臣 这些大臣呢 拿到了 接受了这个皇帝的 都要出称至于 跪拜迎接皇帝的恩赐 跪拜迎接皇帝的恩赐 完了之后 回来还要写这个 谢恩哲呀 谢恩哲呢 各个大臣呢 包括什么都写了 谢恩哲 但我 发现呢 乾隆特别在意 有个地方的 有个这个 谢恩哲吧 在意 这些谢恩哲都写到 这是英仪 来向我们进贡的贡品 受到这儿很高兴 完了之后 这个 他注意到 山西巡抚没写 因为山西巡抚啊 是个 这个 打仗打上来的 他没写这个 他只有感谢皇帝 你赠送给我 这一句 那那感谢 没有写 这是英仪的贡品 乾隆非常愤怒 就写了一个预纸 严批这个 山西巡抚 说你不写 为什么不写 这是英仪的 英吉利 给我们进贡的东西 他举了另外几个人的例子 谢恩哲 这些人都说了 十一 这些人都说 这些人给我的谢恩哲 都写到 这是英仪的贡品 他其中 这个山西巡抚啊 叫蒋兆奎 他明确说 蒋兆奎是周献出身 文理荒述 因为他也知道 谢恩哲 都是他的幕僚给写的 随依拥略目有 填词 填妾福祠 以致师大 说现在 其他各省 写谢恩哲的 如果还没送到 你们赶紧都按照 这个标准性 这个 乾隆也真够直率的 啊 因为其中受表扬的是一个安徽 好像是安徽巡抚啊 这这个 朱归啊 的为例 这安徽巡抚啊 这个姓朱的安徽巡抚呢 他一直在 本来是一直在这个乾隆身边工作 后来就在上书房工作 后来又是家庭皇帝的老师 现在呢 还是这个安徽巡抚 他当然知道皇帝的心理 谢恩哲写什么 就是要写 这是天威远备 远在我们都不知道的英姨 都要来成为我们乾隆爷的 番薯 就把乾隆的心态 我觉得反映的淋漓尽重的 不是这些科学 背后的东西 英国的发达 有可能经过会干什么 他注重的是 幕僚对这些 贡品的如何反映 所以呢 由于这些科技产品呢 没有起到预料的作用 马格尔尼呢 他也知道 所以他回国后啊 他建议说 今后再给中国派 再派使到中国啊 不必送科技礼品 送一些小小的这种小饰品啊 金属铜制品啊 儿童玩具 他们好像更喜欢这一类的东西 啊 他非常脸是中国人了 这时候他说 就他们目前的状况来说 说中国的状况来说 完全不能欣赏科技产品的伟大成果 他这样说的 虽然尖刻呢 却是事实 所以呢 816年 这个阿美士德使堂来华 就没有带来科技产品 啊 所以呢 这个 阿美士德来华的时候呢 主要就带着尼容啊 钟表等物 还是这些 啊 那么呢 清政府在查办 所以直到这个清政府对英国的认识 对敌意的认识 还是停留在传统的认识 认为 直到181415年 还说认为英国人呢 如他们卖给的东西 就是尼容钟表 中华 这些东西我们中国可以不要 而茶叶 而茶叶 土丝 这类东西啊 是英国断断不可少的 呃 如果没有茶叶 他们就完了 那 两年后 阿美士 可以说呢 这个 这个 马格尔尼和阿美士 阿美士德的使团来华 清中府 完全没有认识到它的重大意义 对世界 对英国的了解 十分有限 可以说直到1841年3月 鸦片战争 已经打响了半年 定海 虎门都被攻陷了 随时提督 关天培都已经力战巡国 牺牲了 道光皇帝 还是下指 要求梁广总督查明 这个批冷 究竟是 是不是英国 究竟是不是英国 离广东 有多远 一定要 我们刚才讲过 1793年 乾隆就要去搞 就想弄清楚 这个批冷 究竟是哪 是不是英国 一直到半个世纪后 他的孙子 还是要搞 世纪后 他的孙子 还是在要搞 批冷 究竟是什么 而且呢 我下面要讲 这点特别重要 1793年和1816年 英国的这两次史华 对英国 中国人的英国观 发生了一个重要的影响 这就是形成 或者强化了英国人 膝盖 不会弯曲的 弯曲不变的印象 因为中国人认为 这皇帝下跪 这是天津地义 千百年来都是如此 应吉利的这个使臣 不愿意下跪 你给中国皇帝进贡 你不下跪 中国人 或者是叫做精神自卫 或者是习惯造谣言 如何 就编造出来说 他们膝盖不会弯曲 这一点有相当大的影响 那么关于这个 英国人膝盖不会弯曲 有两种说法 一种说法是说 由于他们的装素 因为我们知道 19世纪英国人的 那个打绑腿 贵族什么的士兵 都是打绑腿 打得很长 一直到大腿那 很紧 认为是他们 绑素太紧 弯曲不变 另一种认为 他们天生的 就是一种生力上的 就是不会弯曲 就是不会弯曲 这一点 实际上乾隆 还是认为 他们是装素太紧 不会弯曲 刚才我们讲过 这个马格尔尼1793年 是从天津登岸的 那么是由直立总督 来这个接待的 梁肯唐 梁肯唐在跟他宣读 这个圣旨的时候 中国人就是接旨 包括这个 这个这个 进贡的使臣 从前各个国家 藩树国家 进贡的使臣 接皇帝的旨 说中国皇帝 都要跪着接 英国人就 马格尔尼就不跪 还没见皇帝的时候 就为了这个接旨 跪不跪 梁肯唐 劝了他们半天 他们不跪 梁肯唐的这个直立总督 就汇报给了皇帝 皇帝当时对他们 还是宽宏大量 乾隆皇帝 觉得是他们不懂中国礼仪 说你可以跟他们说 让他们在接旨的时候 把绑腿松开 他们绑腿太紧了 让他们把绑腿松开 就能跪了 跪完了之后 再绑嘛 再绑嘛 就证明了这个乾隆皇帝 还是不是认为他们的这个生理性的不能弯 但无论如何 这个 英姨的膝盖弯曲不变 这种刻板印象成为中国的共识 也就是这两次使团访问中国给中国最大的一个变化 或者一个印象 就是英国人的膝盖不会打烂 那么鸭片战争的时候和近代中国有关 就是林泽旭相信鸭片战争 英国人因为绑腿太紧而导致了这个身躯啊 不方便 身躯都不方便 所以1839年的14月作为林泽旭作为这个为这个青台大臣呢 这个英国国王的照会 他里面就写到 你们要这个采取措施 停止放卖鸦片 鸦片 并且呢 说我们大皇帝啊 对这个藩属国啊 是一事同仁的 一事同仁 还提出了茶叶大黄 外国所不可一日无也 这当时是中国人的普遍的这个看法 普遍的这个看法 如果通中国停止出口啊 茶叶大黄 英国人就无以为生 大便啊 就会便秘 说我们现在不停 希望你啊 我们是不忍心 不叫而住 那么1839年9月 虎门硝烟已经三个月了 三个月来 这个双方的矛盾越来越尖锐 武装冲突可以说一出即发 林泽徐是在第一线 他的感受啊 当然更深 自然不敢掉以轻心 他和梁广总督 梁广总督就相当于 给朝廷的奏折 谈到这个备战是什么呢 备战我念一下啊 备战的方法 他们非常乐观 认为中国肯定能赢 因为最主要的原因是吗 他说宜兵就指英国啊 宜兵出枪炮外 刺激巨飞所嫌 而其腿足缠 而其腿足果残 结束紧密 屈身皆所不变 若至岸上更无能为 是其强非不可置也 所以我们不能够打败 我们肯定能够打败他 那么他心里 近一年后 1840年8月初 也就是第一次亚藩战争 已经爆发两个月 浙江定海 已经被英军攻陷 一直在广东 紧密备战的林则徐啊 忧心如粉 他再次上折 提出收复定海的计划 但是他可以说 我们利用老百姓 就能打败英军 用士兵就更没问题 他说主要的理由 还是英国人 主要是船天炮离 在船上用炮离 一到岸上 等一至岸上 则该以无他技能 且其浑身裹缠 腰腿僵硬 异谱不能负起 不独异兵 可手刃术仪 既相仅平民 亦足以致其死命 我们知道 在同代人 尤其是同时代的官员中 林则徐是对外面的世界 最为了解之人 他都不能不受到英国人膝盖 弯曲不变的影响 也说明了 国人上下当时对英国 对世界的 国人当时对英国 对世界的认识水平 不过呢 林则徐认为 英语的 这个腿脚不变呀 弯曲并非天生的 而是因为浑身裹缠 腿足裹缠所致 但是既然是这样 紧接一个二拉的问题就来了 既然敌人不能弯曲 是浑身裹缠 腿足裹缠所致 那么打仗时 敌人只要把这些绑带放开 不就可以了吗 连七十年前的乾隆皇帝 都要求马盖尔明 说你跪拜的时候 你把这放开 你就能跪了 那么 可以说 那林则徐都把这个作为 就没就没想到 他们能够放开吗 放开这个国 这个 绑带吗 所以呢 可以说吗 林则徐的这个作者 恰恰说明了 英姨膝盖 身躯不变的印象 更加强化 乾隆还知道 告诉他们 把那个绑 一松开就可以了 那么林则徐就认为 他们不会松 那么我们看 在这个前线指挥的 两江总督御签 也就是两江总督 就大致相当于 我们这次军改前的 南京军事令 那也是非常高级的武官了 官员了 他的整个备战策略 有好几条 但是最重要的一条 也是认为 英姨膝盖不能打乱 认为是天性的 腰硬腿直 他反复的强调这一点 腰硬腿直 我们就能够打败他 我们就能打败他 结果了 我们知道 在定海失线 定海失线 因为在此之前 他给的咒则 我也念一下 他说 一人腰硬腿直 一击击倒 我兵 毛尸 击刺 脚剑如飞 用我所长 功弼所短 此可无虑者 二爷 昭光皇帝的批示是 所论 不畏无礼 这个奏折呢 写于 11841年 元月初 这时候呢 英国占领 定海 已经将近半年的时间了 见这个 英人 这个腰硬腿直的观念 直深之远呀 啊 直深之远 啊 那么可以说 这个 也就是说 当这个马格尔尼和这个阿美士德使团不肯下跪 那中国人或者是昭野吧 现在根本查不出来最早的这个英国人膝盖不能打完究竟是谁编造出来的 反正大家都信了 也就是一种这个精神上的自卫 也就是鲁迅说的这个阿Q精神 啊 中国人觉得不可思议 你当时觉得不可思议你怎么见到皇帝不下跪呢 啊 总而言之 我可以说尤其这个玉谦啊 使人非常复杂 他非常他身先士卒率兵 欲血奋赚 最后他以身去自杀而亡 他自杀 兵败 可以说呢 并不是他 不勇敢 而是呢 中国与英国所出的时代不同 而他对这一点呢 毫无认识 毫无认识 也就是说 但是呢 实际上改变这个人是刚才讲了 马格尔尼 阿美什德都带来了大量的信息 包括武器 最先进的武器 但中国人对此完全不以为意 那么还有更重要的信息 大量的更重要的信息 长期提供给中国 中国视若无睹 完全 放弃 不是放弃 就拒绝 拒绝 我们知道 这个中国对外贸易口岸 刚才讲过 广州是具于重要的地方 在唐宋年间就开放 明朝海境 开放口岸 只有几个不断的调整 无论怎么调整 广州都是其中之一 都是其中之一 到这个 康熙23年呢 宣布废除海境 开放四个 因为当时康熙干执政啊 英政 因为那时候对台湾啊 对明朝的这个 遗留的敌人吧 他所以他沿海境 但是到康熙的时候 23年 1684年 他觉得政权已经巩固了 宣布废海境 开放四个口岸 对外贸易 广州仍是其中之一 到1757年 就乾隆22年 决定撤销其他三株 只有广州一 就是无论怎么变 广州都是一个 对外的口岸 并且1757年后 成为唯一的对外口岸 所以他地位就更加重要 形成了一亿整套 独特的正规制度和非正规制度 包括文化习惯乃至生活方式 我们知道 广州港 允许对外贸易 允许外国商人来 那么就在城外 画了一块地方 让作为遗馆 就是外国商人吧 第一的 让他们住在那 不许进城 不许进广州城 这些外国商人 是以英国为主 英美为主 也有法国的 也有其他一些国家 以英美为主 这些商人呢 他到了这个经商嘛 住在商馆里面 也给他们了 有种种规定 比如说 遵守以下规定 兵件不得进口 管中不得留妇女 不得留枪炮 各商馆呢 你可以雇佣中国人 但不能超过八个 尤其呢 不能雇佣中国妇女 买卖去经中国航商之手 就十三行 通商期一过 这些商人就得走了 装船你走 并且呢 严禁中国人 叫他们学习中文 这些外国商人 和以此和这个传教士 传教的这个欲望 是很强烈的 或者是啊 想把这个张管啊 作为这个基地 带来了大量的外部信息 我们知道 做国际生意的 总是需要有 国际上的各种各样的 情报价格 商品价格 因商啊 一些英美商人 创办了大量的英文报纸 比如说广州纪录报 还有一些定期不定期的出版物 有很多了 什么广州 我们现在把它翻译做广州新闻纸 什么孟买政府公报 加尔哥达政府公报 纸布罗陀记事报 新加坡记事报 加尔哥达快报 马特拉斯快报 整整整整整 印度公报 赵阿报 孟加拉 实际上这些 所有的报纸中 有大量的 国际信息 政治的 经济的 军事的 这些最主要的英文呢 是他们内部 这个 要传递一些商品价格呀 这一类的啊 这些呢 里面 这些报纸呢 大量的信息 是英文的 英文的 中国人也没有人看 也没有人懂 有的是收费的 有的是不收费的 全部是公开发行 多数是免费发行 自由领取 这是作为一个国际贸易的必读书 啊 必读物 大家都在那上馆的人都要读直接 啊 中国只有个别的13行的人去看一下 但是呢 在天朝上国观念影响下 读书人和清朝政府官员都是精英 啊 对此 这是敌意的东西 不屑一顾 如此重要的商业政治信息完全被忽视 可以说我们现在看里面一些英文的这些报纸讨论 他们是公开的啊 我反复讲讲 到19世纪30年代的时候 广州的这些万物商人 他们对清朝的一些贸易政策越来越不满 越来越愤怒 都在公开的讨论 因为应该怎么对付中国 甚至公开的提出 我们现在的船舰炮力武器远远胜于中国应该是否应该向中国开展打他一下 这些完全可以随便唾手可得的资料 任何人都可以得到一些信息 但是呢 中国越海官官员 中国官员对这些信息完全是不屑一顾 认为这是敌意的东西 中国人也不学英语啊 这敌意的东西 也没有人学 那除了一些买办会一点以外 所以呢 对 有可能发生战争一无所知 毫无察觉 这是世界发生极具深刻变化的关键时刻 是西方列强暴力打开中国大门的压编战争的前夜 如此重要时刻的重要信息和情报 白白送上门了 清政府却视若无睹 拒之门脉 而且呢 后来了 这些传教士 尤其是一些传教士 为了向中国传教 觉得我 让中国人受我们的影响 得让中国人认识到我们不是野蛮人 他们又办了一些中文的杂志 办了一些中文杂志 中文的杂志 他们知道中国人认为我们是野蛮人 我们传教 中国人不会信的 我们首先得改变中国人的观念 认为我们不是野蛮人 怎么改变 那只有让他们认为我们是 让他们认为我们是文明人 怎么让他们我们是文明人 他们我们能做到的 最主要的就是介绍科学技术 所以当时后来 这些传教士又出版了几份 影响很大的 后来影响很大的 中文刊物 介绍世界各国政治历史地理 尤其是科学技术 甚至连一所预言都介绍了 他们想方设法要送给中国人看 尤其是中国的官员看 然而呢中国的官员对此根本不看 不屑一顾 完全不屑一顾 如果说呢所有这些出版物 只是提供了纸上的信息 那么对于送上门来的武器 中国的官员仍是熟视无睹 我们知道当时呢海盗猖獗 所以远洋的山船都带有武器 甚至是非常先进的武器枪炮 当时呢英国主要是东印度公司 又有钱 他的船上总是最先进的武器 最先进的炮 那每次他到广州的时候 粤海关官员登船验货 也看到这些武器 甚至也做了登机 有多少门炮 多少门枪支 刀剑是多少 但这些炮的性能啊 口径啊 完全没有记录 我根本就不重视 啊 并且这几十年中 甚至上百年 从一种 东印度公司的船只越来越大 上面的炮越来越多 枪支性能越来越强 这些呢 因为这些船上啊 都有十到二十磅的大型炮 若干门 四到八磅的小型炮 中国的海关官员 全都好像没看见一样 根本也不做记录 啊 因为别人并不防疫 都是公开的 让你登船 中国的官员就是看货 最多登有炮多少 不仅西方的武器在迅速进步 船只航海设备也在迅速进步 经历航行表的发明啊 这些使他的航行而更加准时 更具预见性 一到海海上打仗 这是巨大的军事优势 包括伸说是望远镜啊 这一切的一切 别人根本就没有瞒着中国 中国上来登记的时候 根本就视若无睹 觉得这是奇迹迎巧 不屑一顾 其中最重要的 我觉得有两次 一个是1830 1830年 距离第一次亚派战争爆发 只有十年 英国一架洋航 的一个蒸汽船 叫福士号 出现在广州 这是蒸汽轮 动力船第一次来到广州 1835年 就五年后 这是距离第一次亚派战争爆发 只有五年了 英国颐和洋航的船 名字叫做扎典好 蒸汽船来到了中国的水面 这两次蒸汽船来到中国 因为当时还是名轮 就是一个炉子 一烧 船下两边的两个轮子 动就推动这个水船 就往前走 中国海关官员和士兵 都非常好奇 觉得这种东西不用风吹 不用人花讲 就一个炉 火炉 就能让它动 很感兴趣 就几百个人先后 一百名官员上去看 因为没有这个知识 对这种蒸汽动力的船 究竟意味着什么 一无所知 也没有人报告 中方没有记录 这也是英国洋航的记录 我们才知道 三五年 三零年 三五年 已经有蒸汽船来到了中国 也就意味着 英国已经进入了蒸汽轮时代 一个蒸汽轮时代的舰队 要和一个靠帆船 木帆船的舰队打仗 谁输谁赢 这还用说 尤其这种蒸汽轮船 它实际上 它的这个 还有一个重要的意义呢 从前那种帆船 木帆船大的时候 它的吃水要很深 而蒸汽轮船来的时候呢 它的吃水很浅 它是平底的 平底的就意味着 它吃水浅 中国的珠江口 珠江里面的水稻比较复杂 从前它要进入珠江水稻 打广州 必须得造中国的熟悉水性的中国渔民呢 它叫饮水来指挥 这时候我是一个平底的 我吃水很浅 海江底的情况对我来说不是特别重要 所以呢 它就不需要中国的饮水 对于这些 由于中国没有现代知识 对于这个进步意味着什么 完全不知道 所以我们还是讲鸦片战争 对中国近大的影响 1842年 呃 鸦片战争打来打去 英国决定要给中国一个 更大的教训啊 184年6月16号 蒸汽 英国的蒸汽军舰 复仇女神号 冒着清军暗炮的轰炸 穿过了无松口岸西行 当时英国的这个蒸汽军舰也不多 只有几艘 但是这个帆帆船和蒸汽一混编 这个舰队就不一样了 因为蒸汽船不在乎风向 不在乎潮汐 并且它可以迁移 那么潮汐风向不对 我的帆船把帆一落下 这个蒸汽船在前面迁移 实际上好几次打岸上的舰就是这样 打岸上的中国的这个炮台就是这样的 就是复仇女神号把一些重要的帆船的军舰 英国的拖到战斗位置 再一抛 抛锚就开炮 这就是这个蒸汽轮的这个意义 人家当时确实两次把蒸汽轮送上你们了 随便你怎么开怎么参观 中国人毫无所知 对他的意义就完全认识不到 我们和中国形成鲜明对照的是日本的长期 我把它称之为 如果广州那个被称之为广州体系的话 那我觉得日本呢 可以称之为长期体系 日本大家知道 这种意志也是严密的这个锁国政策 他也是学中国 只有长期一港 只开放长期一个口岸 而长期港呢 还是长期旁边这个小岛开放 由于历史原因 他不如还不如中国清朝的开放 在某方面 他只允许中国的商船和荷兰的商船进入贸易 并且也有严格管制 因为清政府的那个商馆里面 还允许各国的商人来 但是日本是中国和荷兰的 但是有一点 幕府是非常厉害的 和中国这个正好相反 幕府规定 幕府将军规定 中国商船 荷兰商船 你无论多少次的进入这个长期的这个小岛 通常你来一次任何船 来一次要写一个叫做报告 他叫做封说书 就是封文 他也不要求你说准确 知道你也写不了太准确 就把你沿途建文 你的国家情况 反正你听说的什么都可以 你写 毕竟封说书呢 必须直报幕府将军 直报幕府将军 所以呢 日本的这个武士啊 将军 将军武士啊 正是通过封说书 来了解 了解世界 来这个 了解这个 世界大事 所以尤其刚才讲 这个传教士办的一些中文刊物 比如说一个很有名的 东西阳考 美月统计传 传教是1833年版的 像中国人传教介绍了大量的 国际政治经济历史地理 尤其是可惜 刚才讲过 中国人看都不看 根本就不屑一顾 偶尔有几份 抛到流入日本 日本的幕府将军 如获至宝 要想方设法 要求他们的商人 或者其他什么 想方设法 把这些期刊杂志 找来全份 找来全份 所以这些杂志 中国人弃之如必 因为在闭关索国时代的日本 了解西方 了解世界的一个重要的窗口 了解这个重要的窗口 也就是说 日本恰恰是通过这个封说书 大量的封说书 突然知道 发生了一种战争 叫亚本战争 中国被英国打败了 那么日本 我们知道 日本长期以来 一直是以中国为师强 学习中国 他们叫做木下 或者木华 觉得中国是世界上 最强大 最发达 最高上的国家 高大上 一直在学中国 突然发现 还有一个国家 能把中国打败 中国被另外一个国家打败 了解 任何跟 这个亚本战争 有关的信息 不管你真真假假 所以它叫封说书 所以关于这个英国人 在浙江的暴行 他们也得到了很多 包括一些假的中国人 说中国怎么 打败了英国 这种谣言传说 他们也 如获 至宝 也就是 甚至有个人 写小说 就日本人写小说 就传说 英国的公主 在战线上 一起来征服中国 结果打败了 对和一个中国的 什么将军 什么结婚了 中国的将军 娶了他 一个日本人 还把他写成一个小说 就是 亚本战争 中国举国上下 都不是特别重视 而日本人 却极大的震惊 外来的信息 对信息 是完全不同 可以说呢 长期 作为日本了解 世界的窗口 对默默的开国 和后面的维新 起了重要的作用 广州 作为 中国唯一的通商口 本应该是难得的 信息窗口 有关世界政治 经济等各种信息的出版物 可以说 唾手可得 各种先进的武器 也不断的展现 但是中国官员 在天朝上国 华夏中心论的 华夏中心论的 认知模式支配下 形成了巨大的认知盲区 对这些送上门来的信息 完全无视 一个极其重要的信息窗口 百百浪费 下面我们来讲 另一点 就是中国的这个 近代中国重要的 现代化起点 是诗一常计 那么诗一常计 就是最开始 就是用先进的 敌仪的武器 我们讲诗一常计的 这个艰难的 曲折过程 我们知道 最开始要比较先进的 武器呢 火枪呢 是叫做这个鸟冲 在明朝传入后 慢慢显示他的威力 所以呢 这个又讲到乾隆了 还是讲乾隆时代 和近代中国 乾隆朝 就有曾有地方官建议 八起绿营 要抄袭火枪 后来要 著名的这个文化殿大学 是 乾隆时代著名的 武都城之一的 总督高晋 更是上奏 正是上奏 要将武举 就是武科考试 从前都是考试什么射箭呢 举石头啊 什么轮枪啊 起码 他说要增加鸟枪 鸟枪 这个射击 这是提高军队素质的重要方式 但是呢 被乾隆否决了 因为高晋的奏责 他就是把第二场的武刀 改为鸟枪 以射中的多寡 作为这个评分的标准 这个呢 乾隆拒绝 完全拒绝了 并且呢 他还 他对高晋 延续了高 高晋 延续高晋 他说 你不知道 你让他们学打靶 让民间学打靶 你就没法进民间的鸟枪 你民间的鸟枪 你没法进 那几乎威胁可大了 如果说拒绝火枪 的确有防止落入民间 影响王朝统治的考虑 那么同时还有一个重要的考虑 有满汉之变 我们知道乾隆是什么几下江南呀 喜欢到处寻访 1750年12月初 在西巡途经河南时 他这个 途经河南时 他这个在开封 住房的八旗 看到的这个索伦布 索伦布啊 大概就是厄伦村吧 是当时最 战斗力最强了 之一 索伦布的其中演练 居然用鸟枪 他大把有绿 他说 我满洲本业是因为是以马步骑射为主 凡为烈 不许鸟枪 就是用弓箭 他说我 他说你索伦布 你也是从不用鸟枪的 你们现在不用弓箭 就为了图便利 就在用鸟枪 啊 这是不行 他说这是 我们怎么叫满洲呢 我满洲是以骑射为主啊 啊 我们应该攻于 金鱼攻箭 你们要是用鸟枪 时间久了 拷弓箭 骑马 这些啊 都会废了 啊 所以呢 部队里不许用鸟枪 他明确说 所有的鸟枪 全部啊 都这个收回 呃 并且呢 他说 这部队里的鸟枪 是哪来的呢 又不是自己制造的 也要查明 呃 查明不许自造 部队不许用鸟枪 也可以说 这个鸟枪是比弓箭要先进的 多的武器 但是呢 乾隆坚决禁止 部队用 这种满汉之变啊 在乾隆的这个金氏 他写了一篇文章叫金氏宗论 啊 他认为金氏宗 他说其他的我不说 因为我们知道 金朝当时那个海陵王汉化的 比较汉化的 金氏宗是反对汉化的 乾隆高度赞扬了金氏宗 他说其他的我都不说 他就是禁止汉俗 啊 禁止汉化语 全权以法祖宗 啊 就这一点我们 我就觉得特别值得赞叹 啊 特别值得赞叹 他说金氏宗就反复强调 我们不能忘记我们这个 我们本族的传统 啊 所以呢 这个 乾隆认为金氏宗的这个 是我们应该学的 他认为呢 海陵王啊 他后来的 金朝的灭亡 就因为他们汉化 啊 认为这个 就因为汉化 他又其实认为汉族就是文弱 啊 就是不行 他认为 金朝最后的灭亡在于汉化 忘记民族的特点特色 这乾隆皇帝把这个马不公 马不剑公刀石 这个物子作为一种神圣的符号化 纯正的意识形态化的化身 作为民族身份认同的标志的同时 那么也就将遗物作为一段的符号化 意识形态不准正 上述民族身份的标志 所以这就是说这个认同啊 是很 很重要的 啊 那么乾隆 他是 我在我的研究中 我提出一个观点 乾隆是 或者说满清吧 他是双重 面临着双重认途 对于非华夏世界 他以华夏自居 那边都是第一 我是华夏 在华夏内部 他又要满汉质别 保住我满足的身份认同 啊 所以呢 当你把一某种器物 某种物质 作为一种神圣的符号化 纯正的意识形态的化身 作为民族身份的认同标志 那要将一种外来的东西 外来的器物 作为一端的符号化 意识形态不纯正 上市民族身份认同的标志 所以呢 近代清朝在羊枪羊炮的使用 大机器能否引进中国 在晚清都引起了一波又一步的争论 遇到了巨大的阻力 还是争酌理在镇压太平天国的过程中 才逐步的在阻力过程中 才推进了中国的这个用羊枪羊炮 用大机器 可以说 不能用羊枪羊炮 这也是乾隆时代给后世的遗产 给后世的遗产 我们前面讲过 林泽徐对外国的开始的认识对英国 他在压片战争中 林泽徐是在战争还在进行的过程中 就马上认识到英国人不是那样 英国的武器非常利好 背后是什么 我这方面讲过比较多的 我就不多讲了 他让人 喂人 他首先让人编了四周制 后来又让人让卫元编了海国图制 提出失于长迹 以置疑 他意识到自己的观点很难被人理解 所以说明要去人的媚患 去为处 去世 去为难 等等 去媚患 实际上也就是马克思韦伯 认为启蒙就是理性化的个重 就是却媚 就是启蒙 中国可以说 失于长迹的提法 也就是卫元说的 去人心之媚患 就是中国现在启蒙的开端 卫元自己的想到 拉开各中国 近代中国各种思想大潮 激荡不已的 给新时代的迅目的 就是失于长迹以置疑 这几简单几个字 那在这个进一步说 如果化繁微解 中西体用的各种各样的观点派别 都可以说围绕着失于长迹 这四个字 具体的过程 中国的这个就是被英国打败了 居然朝廷还不许用羊山羊炮 是1853年 中国三组建乡军水 是1853年底 他筹款 他开始不是朝廷的军队 用的不是朝廷的钱 是自己筹了的钱 1854年初从广东购买了 就是鸦片战争14年之后 从广东购买了600名羊炮 装到湘军水石上 显示了羊炮的厉害 那么以后 清军才允许用羊枪羊炮 那么也又过了十几年 那么也又过了十几年 还是斟酌理 想方设法 刚才讲 突破 突破阻力 生产枪炮 引进大机器生产 1862年 勉强开始 洋物运动 可以说 从1854年 湘军大规模使用羊枪羊炮器 到清军逐变 清军装备 逐渐由冷兵器 转为现代热兵器 但是 我特别重要的一点 是乾隆士的这个遗产 作为国家武装标准 刚领的五举制度 一致是 马步 剑 弓 刀士 等领冷兵器 为全部内容 这种制度显然不适应 国家武装力量的实际发展 因此 清廷内部改革五举制度 乃至废弃五举 五举制度的呼声 逐渐兴起 1869年 江苏巡抚丁日昌 上书 请求改革五举 说应该把熟悉枪炮制造 操作 作为五举 用今天话说 作为军事教育的一个重要的内容 此后 包括李鸿章 在内的一些大臣 不断上奏 要求改革五举的内容 一定要学枪炮 看地图啊 这一些现代军事地图 但是都被朝廷以不合理法 违背传统 违背祖宗法治 拒绝了 八年 沈宝珍上奏 请停止五维片 大胆的向清廷提出 整个五举制度都不合适 应该废除这个五举制度 大半国家 大半军事学校 这是对朝廷应该来说是最有好处的 国防建设 但是这个 这个奏折遭到了与顽固派的围攻 慈禧还特意的严厉的声赐 责备沈宝珍 我念一下啊 说沈宝珍奏请 请停五科 以节经费等等等等 他说国家设立五科 垂为定制 请将五为停止 率改旧章 实属不知大体 传指严厉的深斥他 所以他的这个 不要讨论 说请 毋庸 在意 就是你根本就不讨论 还有 这与百年前乾隆赤子高进的 用鸟腔取在那个考试 是如出一辙 直到什么时候 直到一九零一年 经过梗子产祸之后 清廷开始新政 两江总督刘坤一和胡广总督张志栋 后来联名在江楚会奏变法三者中提出来 要改编整个科举 就包括要废 废除无举 清王朝在一九零一年的时候 在内外压迫之下 不得不在 一九零一年八月二十九号宣布 意图本应乾明旧之 相缘已久 留必滋多 而所惜硬弓刀石及马步射 皆与兵士无关 与现在的兵士无关了 所以 所以应该废除 再稍微说一点甲午战争的情况 一说到甲午战争 为什么大家都想到就是甲午海战 因为甲午海战那些管带都是留学英国回来的 哪怕最后战败了 还是威武雄壮的打了一场 壮烈的失败 而为什么不想陆军 陆上也是一个大战场 中国的陆军就打不成仗 就打不成仗 中国的官员都是这种航母出身 没有受过军事训练 都是通过武举学什么骑马射箭攻上来的 有几个能看军事地图的 当时知道要用最好的枪炮 但是没有几个知道怎么炮兵布阵 以为只要有个炮买个炮能用就是了 根本有几个能看军事地图的 而日本是经过这个普鲁士军官学校训练 普鲁士军官训练 完全是一个现代化的这支军队 由参谋部 师团这种标志 这些军官都看得到 看得懂现代军事地图 所以你一个 中国八旗绿营 最多是向怀的军队 怎么能跟一个现代化的军队打仗呢 从这个五举就飞得这么慢 到1901年才飞 也可以看到乾隆时代的 他及其以后 整个满足这个掌权者的这个思维方式 可以说 总结一下 就是乾隆时代 英国曾把最重要的信息送到朝廷 却为引起乾隆皇帝应有的重视 广州口岸长期提供的大量 广州口岸长期提供的大量珍贵信息 全都白费 马格尔尼和阿美士德先后访华 访问中国 反而加强了中国人对 宜人膝盖弯曲不变的观念 这说明 在华夏中心知识论 作为核心知识 最高界的知识 最高级的知识 不可少有怀疑的知识论 作为不可少有怀疑的知识 这种背景下 外部知识虽然送上门来 却无法真正输入 却无法真正输入 在这种激励下 此时的中国知识生产机制 已经没有办法生产 关于世界他国的新知识 相反 经过两次实地考察 英国关于中国的知识 却 中国的知识却焕然一新 得出了中国落后野蛮 甚至很快就要崩溃的结论 可以派及说战舰就把他打败 乾隆时代本为中国烧厂大门 与现代世界接触提供了一次难得的机会 但由于种种原因 这一历史机遇却被丧失 也就是说 乾隆拒绝 登上 时代的列车 时代的列车 已经来到了中国这 但乾隆拒绝上车 这就是 中国后来近代面临悲剧的 一个 续曲吧 好 今天就讲到这 谢谢大家 欢迎致政